不管是4K还是大尺寸一金电视 在旺季拉货之下 面板厂群创第三季营收缴出亮眼成绩 合并营收1130.92亿元 比上季成长1.8% 税后应于73.59亿元 EPS0.77元 优于法人预期 第四季整体来讲 也算蛮健康的 其实在TV上面 其实还是 我们一直看到今年年底都还是缺 还有一些尺寸还缺得蛮凶的 尽管面板双虎第三季的业绩灿烂 不过面对韩国大厂LGD 对于4K面板的尺寸与画质步步进逼 董事长段行健在法说会中 也预告明年要加码资本支出 CAPEX我们今年的预估 大概是要190亿 那程度我们过去所讲的 我们基本上CAPEX大部分都是在 能upgrade我们工厂的一些技术的能力 今年我们的资本 资本基础应该会比今年的190亿大很多 那在我心目中大概应该是300到400亿 段行健霸气定下目标就是希望在今年底前 面板报价上扬之下 积极改善群创的财务体质 继续扩充8.5与6代的IGZO产能 预计是明年下半年新产能开出之后 也是首家宣布扩产的台韩面板厂 三顺十一省李轩台北苗栗采访报